问一下请一声 就是部队是很有这种仪式感的 那咱们这次出去会不会也有这种 当天我们出发的时候 可以说医院里 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的 几十年的老专家老教授 有的老专家老教授 自己腿脚不方便 专门做轮椅过来用我们送行 等我们上车的时候 我至今不能忘怀 从医几十年 专门搞传染病防治的老专家 眼角挂着的泪花 大家想一想 他们对我们有多么的担心和害怕 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就回不来 牺牲在那里 我想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反应 可能大家都会这样想 万一感染可能也就回来了 说白脸就是尸体都运不回来了 那有做过什么准备 家人交代 对啊 家人交代啊什么的 我是留过一个遗书 其实写得很简单 就是家里所遂的一些事情的一些交代 万一那个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埃巴拉财结束 没有宣布是完全消亡 是 是 去的时候也没有底 所以留一份交代 就这样子 对啊 我跟我家先生说 我说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那个如果发了抚习经啊 然后一半给我爸爸妈妈 一半留给他和儿子 哎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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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